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花莲新天堂乐园3月1号停业管理阶层禁就地解散员工 造成了员工人心狂狂,担心领不到薪水和资浅费 台开副董事长兼发言人吴子佳回应表示 他没有听说此事,但威秀影城粉丝团贴出了秀业公告 再度打脸吴子佳的说法 而对此,华联县政府社会处就表示 要求台开要保障劳工权益 想到华联新天堂乐园晃晃,却吃上闭门羹 大门深锁不止游客进不去,员工也很不知所措 完全不管员工,然后在摆栏 员工问他们什么,他们都不回答 他们说就是会给员工保障 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到保障到底在哪里 员工实在气炸了 2月28号傍晚,新天堂乐园突然通知员工 以后不用到公司上班,通通回家休息 只发放3、4月签道表 要员工日后向劳工局申请薪水 目前我没有接到任何公司的公告 然后只有我们花莲的主管 就是通知 如果今天还是有来上班的话呢 可以算加班,可以不降 消息发出隔天,还是有员工到班看看情况 里头也有零星人员进出 新天堂乐园先前才传出经营不善 3月即将歇业 没想到台开集团才刚否认不久 如今却无预警就地解散员工 百名员工一席间丢了饭碗 目前在联业两个礼拜了 我们现在跟未来都没有能力发薪水 依照法律规定去寻求治体救济 治体救济就是登局安定基金 目前它所属事业单位的劳工权益的部分 我们并还没有收到该公司相关依法 应该提出的任何的申请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持续的来关注 县府积极介入调查 而台开集团则表示 自营贵位已经结束营业 至于委外厂商因为有合约还在讨论中 只是新天堂说停就停 说一套做一套 集团求生之际牺牲的却是员工权益 记者学历请养加华联采访报道